卢州九重里长安街多了一个乐活新天地 在里长与地方的努力之下 把原本脏乱的空地变成了一座迷你运动公园 现在里民闲暇时就可以到这里来 休息散心运动健身 卢州九重里长安街巷弄内的运动公园 日前正式启用 原本是一处脏乱的空地 在地方人士与里长努力之下 成了一座干净又美观的运动公园 原来这个所谓的战乱点 是国有财园署的一个土地 那经过我们亲民一言的这个大力的奔走 然后同意一波给我们这个九重里 当作一个公园休闲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我们市政府的新工处 我们的环保局 还有特别我们茂雄里长 这个大家共同跟公所一起来努力 所以说整个这个公园 把过去战乱的点 变成一个小花园 九重里运动公园 日前举办剪彩落成仪式 里长表示因里内面积小 几乎没什么公园 因此能争取到运动公园 对里民人来说可是一大福音 希望这个里民 以后有个休闲的地方 没有因为我们九重里都没有什么 空地还是活动中心 只有这个虽然是小小的 但是经过没了 由我们这个九重里来管理 我们每天要整理 由立法班来整理 九重里运动公园正式启用 未来九重里民在闲暇时间 也多了一处休闲散心的好去处 记者沉重戴华卢州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